文革在线,湖南强制独党报上党,往南京重排让板戏,中共推行极左路线一些中共官员文峰比左表中心日前,湖南楼底市强制要求官员独党报上党往江苏,南京则将上演80后,90后主演的红灯记,恍如文革洗脑在线广告。 自由亚洲电台周四十三日报道中共楼底市委两周前,向全市各党委发出名传特级通知,要求党官学习习思想和十九大精神,增强四个意识,坚定四个自信等通知还要求,中共干部每天必须自觉及时读党报,看,听,党台,学党刊,上党网。 谢英工作员一单五的还要事后补课另外,南京晨报周四报道,由南京市经济团与中共国家经济院主演的样板戏红灯记,将于十一期间在南京上演报道,说主演的演员大多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。 网络活跃人士彭凯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,趁美当经济出现困境时,中共当局往往会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。 他说中共正在推行极左路线和意识形态对党员的意识形态管控,更加严厉这种做法,跟世界潮流格格不入。 距离闭关锁国不远了南京伊斯利学校教师江瑶小姐评论,让版戏在线时趁中共让未经历文革的年轻人演青春版红灯记,是希望他们重新体验文革生活。 为中共效忠随着中美,贸易摩擦升级中共股市持续下跌,外贸出口,迅速滑落居民消费水平,也在降级,支撑中共经济的三驾马车,正在全面崩塌。 中共党媒日前呼吁中国人民和中共共克时间,高网友唾弃,为了维持政权,中共已经为贸易战定调。 完抗到底,人民日报喊出所谓关键十年,为了绑架民众一同看美中共急需加强意识形态管控。 有消息称,因为中美贸易战一度下架的电影《战狼2》,也将在十一期间重新上线一个月,又分析趁此举获反映了中共要给民众重新打鸡血的意图港媒纸,为应付贸易战中共或牺牲中产阶级利益及基金理, 深受中产阶级欢迎的自由主义,加强国家控制和社会运输,以稳定国内政治和经济事态。 另外中共持续压制私企,收编民企巨头的资产日前一篇私营经济英里厂的博文,更加深了社会对中共重回国有经济的猜测。 虽然中共党媒紧急辟谣,仍然掩盖不了民间对中共抢劫企业家财产,以补偿贸易战损失的恐惧。